為甚麼這個公堂 跟我們平時去開的不一樣 不是, 少爺說 這裡是洋鬼子審案的地方 叫做法庭 洋鬼子審案也不一樣 你坐在這兒 不用站在這兒那麼辛苦 我說有些人都不知道 站在哪兒是真的 他應該幫洋鬼子 少爺... 老公, 你第一次上西洋法庭 你不用擔心的 我對你有信心的 宋長師, 這次在西洋法庭開審 你會不會有點不習慣 放心吧, 曾厚 法庭也好, 公堂也好 都是審案的地方 而且一打官司 我就進入亡我的境界了 宋長師, 這次真是擺脫你了 我們先坐下 好 小心 Court 怎麼一刻就要站起來了 不知道呢 可能洋人習慣了 怎麼習慣了 洋人看, 洋人看, 都抬頭了 我們上公堂也要抬頭了 原來洋人流行抬頭的 待會兒每天抬頭一下 知道了 我看看 好, 今天這個官人詞 不用說 本席歧視民大法官 應應美國得以俄日奧地利八角大使邀請審理此案 等等 公鎮 法官大人 剛才我站起來 是代表對你有禮貌 不代表贊成你 我現在代表大清國 反對你出任主審 因為我們恐怕你會偏方 今天這麼多國家在這裡 偏方任何一國都不好 是啊, 那洋人一定幫洋人的 沒錯, 一定要大清之民來收 大清之民來收 大清之民來收 請... 請... 人家下台也給他一個藉口 宋唐師, 關於忠立的問題 你不需要擔心 本席絕不會偏幫任何一國 你說就行了, 除非每個國家你有份 沒錯, 本席正正有八國的血統 本席的祖父是英國人 祖母是法國人 那你爹最多是英法聯軍 外祖母是美國和意大利的運血兒 外祖父的父母 包含了俄國、日本、德國和奧地利的血統 所以本席一出生 就已經有八國的血統 怎麼會立閘成這樣 宋唐師, 你說甚麼 沒有, 我說認真難得 不過你說了這麼久 還沒說到大清的血統 這層你放心 我的太太是大清的子民 她是我另一半 所以我絕對不會偏幫任何一國 滿意了嗎?宋唐師 其實呢... 宋唐師... 那些洋人雖然可惡 可是他們對於論法看得非常重 絕對不會亂來的 放心跟他們打 大人, 這麼複雜的背景 一時之間找不到另一個 那我們就開庭吧, 好嗎 首先我要代表八國傳召第一個證人 應該稱呼你為張先生 還是... 叫我張公公得良 張公公是嗎 天宗國際規律部 由你開大人 不錯 張公公在宮中做事 不知道算不算是朝廷官員呢 當然是 那你認為國際規律部的回子 是大清國的地方還是洋人的地方呢 當然是大清國的地方 謝謝張公公 法官大人 從張公公的證供 很明顯說出一個事實 八國死難者消死的地方 是一個由大清國官員開辦 位於大清國土地上的地方 根據兩方法律精神 大清國絕對有責任 保障八國官員的人身安全 所以八國要求大清國 賠償死難者的損失是絕對合理 我請法官大人 盆雄芳承贖 典法律師, 你可以發言 終於輪到我了 好, 我又要傳召證人 你要傳召哪個證人 八國, 八國大使 我要問問他們 他們所謂的大將軍、少將、親王 究竟有甚麼個人所長呢 三本將軍不單是學識過癮的 而且還是柔道黑帶七段的 彼得雙將密碎, 很高潮 對國家很有貢獻 郭廣自己這麼聰明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呀, 你亂說真, 想多賠錢 我聽人說是歐洲 謝謝 真厲害, 會寫書 看來這次火災的死難者 真是八國精英之中的精英 法官大人 大人, 宋藏師已經承認 大清革燒死了我們八國精英 請你立時盤我方勝訴 我還沒說完你出甚麼聲音 你是西洋法庭來嘛 一個講完都一個 枉你是西洋律師 這樣也不會, 坐下 你... 洪方律師, 請你遵守法庭的規則 不是本帳會取消你的資格 是呀, 法官大人 尋藏師, 你可以繼續 謝謝大人 接下來呢 我要呈上一些證據給大家看看 阿東 是 第一樣要看的就是一幅地圖 是我國的地圖 以前我們祖先 居住在黃河的河濤 這塊土地肥沃 是歷代王朝的發牆地 第二樣給大家看看的 是一本叫通勝的 即是叫通書 記住了, 那這本書說甚麼 就是教人看天使之陰情的 少爺幹甚麼呢 有甚麼事教洋人看通勝都有 不知道 常常做些無謂的事 閉嘴 宋狀師自由描述 接下來有一幅不同畫 畫的是我國的一個歷史故事 就是司馬江破江救有 我看得不錯 objection 法官大人 宋狀師的證物 根本跟本案沒有關係 你又甚麼純甚麼純 你是無耐性純 現在就入政題了 大人, 我的證據就是 證明我們大清子民的一個觀念 居安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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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一個哲學來的 好心, 你不認識的 讓我解釋給你聽吧 居安私毅就是說 一個人無論生活得多安定也好 他仍然不會放下戒心 仍然會防範可能發生的危險 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 住在黃河的河套 雖然土地肥沃, 無憂無慮 但是那裡仍然會觸提起霸 以防黃河氾濫 這本通書為甚麼要看呢 厲害了 看看裡面的這幅春耕圖 看看這個耕田仔 有穿鞋還是沒有穿鞋 就知道接下來多雨還是少雨 今天可以作出 積穀防機未雨籌謀的準備 你也要看, 你可能很快就失業了 大家看看這幅畫 有個小朋友不小心 掉到水缸裡, 情況危急 如果家裡洋人會怎麼處理呢 他們會趕快走到屋主那裡 敲開門 這房子是你的, 水缸是你的 你要負責任, 賠錢 還有, 賠一塊後院給我 那我小孩一定死定了 但是我們國家的人會怎麼做呢 你看看, 司馬江會馬上拿起石頭 扔掉水缸 流了水, 那就救了小孩子 還要怎麼說責任問題呢 但是最值得討論的就是 為甚麼司馬江會找到石頭 打破那個缸呢 原因就是我們國家的人 懂得居安私危 凡是有水缸的地方 旁邊都會放石頭 以防意外發生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你們國家的精英之中的 精英在火災裡燒死 他們全部都是黑帶高手 上將 好像還有一個懂得玩雜技 天津國際俱樂部 這麼多門窗 怎麼會跑不掉 即使像我那樣半個精英 經常眼觀四面 怎麼會這麼容易被人滑倒呢 就算被人滑倒, 我也不會怨天由人 因為我們懂得居安私危 不怨天不由人 經常作罪壞打算 說得好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頻道這個channel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訂閱吧